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PermicoClient,它是如何从远程服务器接受消息的 然后我们主要就是看它从什么地方来,首先就是从什么地方来接受消息 其实它就是在Transport内部启动了一个县城来接受消息 那我们就看这个Transport它是如何启动一个县城的 然后我们看圆码 你看这个Transport它其实继承了这个县城ThreadingThread 就是它自己也是一个县城了 那么它在什么地方启动这个县城呢 其实它就是在这个StartClient的时候 在StartClient的时候它掉了自身的这个Start函数 这个Start其实就是这个Thread它的它的Start 它其实就是在这个Start函数里面 它它其实就把这个县城给启动起来 县城启动起来之后 然后它就会一直运转 这个它就会掉这个Run函数 这个Run函数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Run函数它肯定是一个well循环的 对,这儿就有一个well循环 它在不停的从远程服务器来接收消息 我们可以看见它做了一些初始化的操作 进行了一些判断 然后这个地方是重中之重 就是说它这个Packetizer会读取这个消息 Packetizer我们上一节课讲到它是SSH协议 就是SSH那个协议消息类的一个封装 它就是从远程来读取消息 我们看一下它是如何读取消息的 这个地方它就会read all 它就会把头拿回来 头拿回来之后 它会把这个包的这个长度拿回来 然后去再去读取 它就是把整个包的都给都给读取回来之后 组成组装成一个一个package 然后返到这里边 并把这个类型给返回来 然后我们就知道这个Ptype 就是其实就是消息类型 这个M其实就是数据 这个地方就会根据这个消息类型 做一些相应的处理 比如说这个类型是忽略的时候 它就会不再处理继续继续收取 如果是断开消息的话 就执行一些断开的操作 做一些清理的动作 如果它是调试信息的 就是执行这个调试的函数 如果在这个handle table里面 它就会调用这个handle table 其实我们调用的大部分都是通过channel来调用的 就是说它它的处理函数 其实是在这个channelhandle table里面 它在这个就会进到这个分支里面 然后它会把channelid拿出来 根据channelid从这个channel里面 把对应的channel给取出来 然后调用这个channel的handle table 我们看一下这个channelhandle table 它是什么 它其实就是一个表 就是一个消息的处理表 我们看一下它有请求成功的处理 失败的处理 还有这个feed 其实就是请从服务器发过来一些一些数据 这个是我们要分析的重点 为什么呢 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们之前之前看到的这个 之前我们封装的这个execution ranked command我们打印出来的 打印出来的可视化的东西是从哪来 其实就是从这个远程服务器收回来的这个数据 我们执行这个cution command的时候 它返回来的其实是个channel fair 因为因为这个比如说这个sting out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它的它的这个实现 它其实返回来的是个channel fair 看这个makefair 它其实返回的是一个channel fair 这个channel fair 它本身打印你要print的话 它打印的其实是这个东西 我们之前在课程里边也讲到 如果你直接打印它的话 是一些是primeco channel fair form啊这些东西 为什么我们打印 打印比如说ls的时候 你是打印不出来远程服务器的 真正的那个 它当前目录下的这个文件名的 但是我们通过这个迭代 就是就可以把它打印出来 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个channel fair 它继承了这个buffer fair buffer fair的时候 看一下它里边有一个next的 这个迭代器这个关键步骤的实现 它会relign 它就会读取自身 自身已有的数据 这个自身已有的数据 其实就是从那个呃呃 之前刚才讲到的 那个transport那个呃 处理函数中的 那个handle table里边 那个feed函数 它把它给收取回来了 然后我们那个地方才能呃 把它打印出来 看一下这个 其实我们现在就清楚了 嗯 这个transport它整个流程 transport它接受消息的整个流程 就是启动一个县程 然后在县程里边呃呃呃呃呃 一直的这个接受 从远程夫妻接受消息 接受消息完之后呃呃 再根据消息类型的不同 去执行不同的处理函数 然后我们这样 其实就是 发送跟接受消息 我们都学习了 这一课就讲到这里 这一课就讲到这里